因為我面對很紅白 就是我不一定很熟悉他們 或是足以去 就是去用一個很簡單的短片 去呈現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可是那個很開心 有點像我們曾經跟全人文學講 然後志誠就提到 就是他覺得創作的那種喜悅 就是因為你要面對危機 然後你有那種環境跟那個危機 你去跟他玩 然後你試著去嘗試他摸索他 然後你試著去刻畫他 然後我就想好 我要試著怎麼樣在這個襲擊小小的短片裡面 去刻畫去創造 我去收集我們每個人對他們的想像 或認識或是猜測 然後我很期待每次每一大週放假的時候 我都超開心 因為我就可以去他們家玩 就是我就通過到他們家 然後去跟他們聊天 然後他們的媽媽都會很開心的跟我分享 他們成長的歷程裡面 他們就是都長得很久 他們就兩三個小時 然後然後真正困難的就是我回來了之後 我面對他們就是孟非拍了 為他們拍了幾千張的照片 然後我要開始一張 谢谢大家